好,大家好,这一小节目,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并发的问题 你使用Crotens,如何去实现这种并发的去执行 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二步 这个没办法去并行,对吧 你必须得先把它User先存起来,然后才能去清理缓存 要不然的话,你把缓存清掉了,这个User还没存进去 那你这个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这个是要顺序去执行的 所以是save,clear,这没什么问题 这两个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这是就之前代码了 然后这个relations,access token和reflect token呢 它就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下面这个代码看起来有点丑啊 但其实这是一行,这是一行 然后还有一个,再来一个launch 这个async,async,这是什么 async和launch,这就是Codinic Routings的原码了 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啊,我把它把它抽象一下 把它抽象一下 file 第一个Codinic Routings 你想,Codinic Routings 首先第一个由我们熟悉的是supend supend supend它并不是一个并发执行的一个功能 supend只是把你当前的方法标记为 标记,其实它不是并发的问题 它是叫supend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叫publish subscribe 模型,publish subscribe 这个讨论的不是并发 而是,而是我就像我们发不订阅吧 就是我订阅了一份报纸 然后我可以继续做我的事情 当有报纸之后 报纸来了之后 他会通知我 然后我就放下我手头的事 然后去继续做报纸的事 就像换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家长看小孩 怎么看呢 小孩在那睡觉 当小孩醒了之后他会哭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小孩睡觉和他哭这个段时间之内 我可以做我别的事 当我听到他哭了 然后再去去照顾他 对吧 这种叫发不订阅模型 这就是supend和resume 这个过程 它并不是一个并发的问题 好吧 然后第二个 如果你想让他并发怎么办呢 首先他要 你要把它放在corotin scope 当然supend的代码也放在corotin scope里面 也在corotin scope里面 然后呢 你要让他并行的去执行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async async async 然后这里面呢 放的是supend function 这些 async呢 我们主要是定义一个叫 access token 等于他 他的意思是我要等待这个方法的反位置 这里面 这个supend的方法 他是有反位置的 反位置是什么呢 反位置是access token 但是我这个是定义 我要拿到他的反位置怎么办呢 async.await 他才可以拿到他的反位置 等待他的反位置 明白吗 然后另外如果我不需要反位置呢 然后也要他一步的去执行 那比方说这是比方说relations 然后什么呀 save 什么什么的 保存他们之间的关联关系 那就可以这样做的话 就是access token呢 这是一步执行的 这个relations也是一步执行的 这俩之间都是 这俩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啊 都是一步执行的 然后 然后在这个croutine scope里面 他会等待这个launch的执行结束 然后这个casset token await呢 他会等待他的反位置 对吧 拿到他的反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他最终结果 async async 里面是一个suspen的方法去调它 launch也是一个suspen的方法去调它 然后我要这个act token和reflect token 反位置怎么办呢 直接去等待就可以了 那这一块代码呢 假设啊 这个act token执行花了100毫秒 这个reflect token花了100毫秒 那我这总共这个等待 花的多长时间呢 总共等待也只花了100毫秒 对吧 这就才是这叫做并发 那这个代码我已经测试通过了 这所以说我就就不多聊这个事情了 我们测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场景 更复杂的一个场景 这边呢我们 嗯 这是 这个这个ok了 对吧 这是 这个叫这个才是并发 concurrency 这个才是并发 然后我们聊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呢 想聊的是一个token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token的内容 token的token其实就是一个直播串嘛 对吧 token value 就是一个随机的直播串 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是token对应的那个authentication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这个authentication啊 啊我们能看到的就之前写的啊这段代码 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吧 soken 不是在这 在 在这 返回的一个user user custom 2authentication auth user 点进来看一下 啊 这边呢 我们其实之前已经相当于就快把嘴都磨破了啊 这什么意思呢 嗯 在这个sprint security 它底层 尤其是auth2 user 对吧 这是它底层 它底层封装的时候用的这个map封装的 那我们 对吧 框架它肯定是用map封装 但是我们自己写的代码肯定是通过model去封装 对吧 一个map 你和你用object的封装有什么区别 你都叫object 那里面的属性是什么 那我不害得自己去一个一个去取嘛 那显然没有这种特定的这种model更好方便一些 怎么形容呢 就是 呃就是呃 就是我们经常说大话 说什么呀 呃 哎呦 靠无意识办法 我都想不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拿一个黑筐 一个大筐 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 那你放好一些啊 还是还是说用一个小篮子 就是嗯 酒瓶是酒瓶 然后装鸡蛋的篮子 装鸡蛋的篮子 对吧 分明别类的去放 他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规格 大小什么 比方放鸡蛋的那个 那个盒子和普通的篮子 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就是特殊的东西特殊去使用 它那效果肯定更好 但是你拿一个大桶 可以装鸡蛋吗 可以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 就是object的 或者这种map 就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糙的一个大桶 那我这种admin这种 这我们自定义的这种class呢 就相当于那个特定的一个盒子 对吧 那里面的类型啊什么都是特定的 所以我直接可以很方便的去取它 去使用它 呃也不会出现一些错误 但是一个大桶就很容易把鸡蛋什么挤破 对吧 而且容易取错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框架 它在做的时候 它就得用map 那我们就要做一次转换 嗯 另外这里面的值呢 还要就是 对于不同的角色 或者不同的model 它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些值 嗯 这是不同的地方 那它是 对吧 authentication 它也会有一个 A 不同的 呃 不同特定的属性 比方说 username 啊 角色 嗯 还有什么呢 等一下 your name 角色 呃 手机号 email 嗯 等一下 手机号 email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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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信息都不算是 对于当今用户而言 都也不能说特别敏感吧 就基本上不会去被修改的数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呃 还有一些数据是什么呢 比方说 我们这个是做一个 打算在北美这边去做的这么一个app 那 它要做的就是有会有时区是吧 timezone 然后dateformat 然后datetime format 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timeformat 对吧 啊 当然f要大写啊 呃 前面的我就不管了 timeformat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language 对吧 它的语言 甚至于还有那个什么呀 钞票的符号 但我就不管了 这个假设都是美金 就完了 嗯 那这些信息呢 都会是在它登录的时候去做这件事 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登录的过程 和这个token的使用过程 首先是sign in 然后第四个是access 我们的api是怎么去做的 还有第五个我们是服务之间调用service to service 是如何去调用的 好吧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看一下这个登录这个过程 在登录之前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 呃 比方说你给我 比方说我们是前端 前端我们使用flutter啊 前端flutter flutter视频我也有录制啊 你可以看一下flutter视频 都在我这下面 就flutter视频 有35个 啊 有一堆的例子啊 就是如果去使用 flutter这边呢 你要给我传 比方说手机号 加 呃 verification code 验证码 当然呢 你还要把这些信息传给我 对吧 timezoom呀这些 你得你都得传给我呀 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去做呢 对吧 接下来你你把这些信息传给我 接下来的是那个叫做 呃 account 你要把这些数据提交给account account呢 就把username呀 角色呀这些都拿出来 再加上 后面这些信息 就是你前端传过来的数据 好 这些都都拿出来 我把它把打包成一个 一个对象叫 aususer 然后接下来呢 但当然这个代码我没有改啊 就是后面这个我还没加呢 还没全部加上 嗯 我们说一下原理嘛 对吧 接下来呢把这些数据传给aus aus 拿到之后呢 把数据反问回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写的这段代码 反问回来一个对象 model叫做 嗯 叫做 user and token 对吧 就包含user数据 x token 还有refresh token 还有refresh token 这些数据 就它都存到缓存里面了嘛 存完之后再给你反问回来 所以最终我们会拿到user and token 里面会包含两个数据 三个数据 什么 啊 aus user的数据 access token 然后refresh token 我们回头回顾一下 aus user这里面呢 因为你前端登录的时候 他放的就是手机号 还有什么验证码 user name 角色呀 email啊这些 他都不知道嘛 这些都是从窟里面读出来的嘛 对吧 然后excel token呢 是接下来我们访问API的时候 必须得带的一个东西 那refresh token呢 refresh token相当于 就是一个 我们讲一个故事 就是保密的时候 保密级别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假设你是一个运维 要管理一些机器 那怎么才能让这个 这些机器的保密级别比较高呢 每隔一段时间 把这些机器的机器的密码 比方说每隔一周 把这些机器的密码 全部都改一次 那我们通常设置 excel token的时间是一周 那也就是 过每隔一周这个密码 都会被改一次 类似这种 那refresh token呢 它保留期限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一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 或者一个月之内 我可以拿着它来去更新这个密码 那这个密码呢 就是我们访问 每次登录的时候 或者访问服务的时候 传的这个密码 哎 你就是这个 这就是一个保密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登录这个过程 我们说清楚了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访问服务的过程 比方说我们还是flutter 那你我要访问服务 你要给我先给我把access 其实tokenvalue啊 就是那个子不串 返回给我 就是这个cg的子不串 发给我 发给我之后呢 那接下来 比方说我要访问account的一个服务 你你发给我这个tokenvalue之后 是怎么去发过来的呢 我们看一下啊 crut test 调他requested wrote 是不是要在这儿发过来的 对吧 通过这种格式 把这个tokenvalue给传进来 那当然你还包括这个你调某个接口的话 你要给这个传这个接口本身 是不是要传一些数据 对吧data嘛 咱们看一下对用的这个api 呃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拿token换过来的 这个才是那个data 这个是那个data 好 那这个明白了 对吧 那你就是把那怎么去拿这个tokenvalue 去拿到这个奥斯 user的数据呢 对吧 怎么去拿呢 那肯定是account的他不知道 他就把这个tokenvalue呢 发给奥斯 在哪发呢 就在这里面去写 这个代码都是假的 我们现在这个 包括现在写的代码 依然是假代码 在哪发呢 在这个configuration 而所给的security configuration simple authentication 然后simple authentication manager 这边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就能拿到那个token 然后这一段 这一堆代码都应该是访问auth的某一个接口 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些数据访问回来 所以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最终呢 在这个就是 你就是这样写吧 就是这个什么样 authentication manager 呃 我这些写吧 这样写吧 哎呀 我怎么回事啊 今天这个有点紧张了 account这边会有一个page 就是configure. 什么呀 authentication 啊 就就用你就我就这样写吧 就是我这边配的这个方法 啊 或者叫been吧 在这里面去读的 对吧 他呢 呃 等一下啊 对吧 这边有一个方法 been 然后他呢 会去到auth里面去访问接口 访问接口呢 访问这个一个接口 拿tokenvalue换数据 那怎么去换呢 这边会有一个api 等一下 我打开 file open 呃 我的auth服务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auth服务我没打开 呃 拿token换 换 换数据 怎么换 getauthentication 从这就拿到了 返回回来数据 什么数据呢 我把这个beerauthent token 就返回回来了 这就是auth这边的接口 那他返回回来这个数据 接下来他干什么事呢 接下来account的这个上下文 就会把这个beer tokenauthentication存起来 那这个里面放的什么数据呢 我看一下 有user数据 有access token的数据 就这俩 那user 这个auth user里面包含什么数据呢 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auth user里面包含 user name rope phone email 什么timezoom 这些都有 所以我只要从上下文 能获取到这个user数据 那我现在就 其实 现在要这一小节要测的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我从上下文里面 通过token 拿到的这个user数据 他是不是 因为你现在要用cordent croutines 是吧 cordent croutines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这种croutines 这种并发的这种场景 在他这个 在这个方格式里面 他从他的上下文拿到的数据 会不会乱掉 好吧 我终于把 花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说为正题了 那我们顺便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服务之间去调用的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现在是要调用order的某一个API order的某一个API呢 他要去调 account的API 因为order本身呢 这个我这个服务里面只有存的订单的 订单里面只存了这个user id 那user的信息我是不知道的 对吧 user name 什么的 我是不知道的 就是某一个订单是谁的 哎 假设我是管理员 对不对 我假设我是管理员 我想看到某一个订单了 我想知道这个user 到底是谁 user name 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order 需要调 account的服务了 那怎么去做呢 那这个过程中呢 对于前端flutter flutter 他是先去调order 对吧 那order呢 再去调account 大致的主流程是这样的 实际上它的流程是怎样的 首先flutter这边 你是不是要给我把这个token value传过来 对吧 token value 当然再加那个data token value 是放在这个meta data里面 对不对 meta data 再加data 那接下来呢 你会放问这个order order 那order呢 这边他不是要访问account吗 那怎么去访问account呢 是不是你要拼一个rsock的这个请求 拼一个这个请求 那我这个这个就先关了 auth就先关了 你要拼一个 就类似这种代码 把request wrote 某一个接口 接口 当然这个是变的 account的某一个接口 这个是动态的 然后meta data 这个 那你这个 呃 怎么样 order是不是要从上下文里面去获取一下这个token value 是不是要从上下文里面去获取token value 所以这里面 我所以我刚才我们上下文里面获取到这个baretoken er authentication里面才包含token 看到没有 我们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bareauthentication 当然我这已经写了一个模拟的啊 就我没有去访问auth啊 直接在这写死的 这边已经放了一个auth auth to access token 所以这个这里面才会有这个token值 就在这 所以说user和这个token的数据都会在这个 嗯 到这个上下文里面都能一次性就能拿到啊 一次性就能拿到 那等一下我们再描述说怎么如何去取啊 从上下文去取 反正是这个order这边我需要去拼一个这个请求 然后把这个baretoken呢 传到account里面 所以他实际的过程就是在flutter 是要传这个metadata 我们说一下这个flutter 是要把这个metadata传给这个order 那order这边呢 要从上下文里面去获取 对不对 上下文里面去获取 获取这个tokenvalue 你讲清楚一件事啊 就是我现在order要掉account的时候 不定是在哪一个crotin代码里面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从context 从上下文里面get这个get这个tokenvalue 怎么去get呢 我不知道 反正总之你get到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你还要把这个metadata tokenvalue拿到 传给这个account 对吧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先不管了 这个这个是一个 这个我这块东西 我要去参考一下一些资料啊 当然可能我还得自己手写 但是本身不复杂 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 好 这就是服务时间互相调用啊 什么跟token相关的这些 相关的一些原理 还有一些流程 嗯 可能时间有点久了 那这样吧 我们嗯 说切回正题啊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代码是怎么去做的 就是尤其是如何从上下而里面去获取这个token 其实这个之前应该是有文档已经有了吧 嗯 context 在这儿 对3.4这边已经有了 就reactive circuitry context holder 然后get context 他拿到的是什么呢 他拿到的就是这个对象啊 就是这个bair token authentication对象 那 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一个auth2accesstoken 啊 第二个值是auth2accesstoken 我看文档啊 auth2accesstoken credentials credentials 对你看就是他 第二个值嘛 就是他名字叫credentials 就是他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他 那第一个principle 不就是那个user对象吗 是吧 就是第一个user就是一个 一个对象 所以你可以从商家里面去获取到他 ok 那这个 这个就就就就不多扯了 反正能拿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测试如何去设计啊 你看我们下我们这个设计 测试怎么设计的 很圆满啊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从商家里面就获取 如何去获取这个token了 他完整的代码呢 是 是在哪儿 在这儿 就是这一段 就3.4那那那段就是就是完整的代码 我要获取这个tokenvalue 我只要tokenvalue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不要 然后拿到他之后 我只需要先比较一下 第一步我们 刚才我们也有演示啊 就是你要实现这种 这种转换 你是不是要先从上下里面先拿到这个tokenvalue 你才可以往过传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先比较一下这个 从这个 某一个多线程里面拿到这个tokenvalue 有没有会有没有出错啊 不是多线程 叫corotin里面拿到的这个tokenvalue有没有出错 好 这个这个拉回来了吗 思路拉回来了吗 那拉回来就好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设计 首先呢 你只要传了token 肯定我可以拿到这个operator 对吧 我因为我传的是customer 所以我知道这个customer可以拿到他 那只要能拿到他之后 嗯 接下来呢 我就要在这里面去 去把这个日志打一下 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法叫A 就下起的名字啊 就是专门用来做测试的A 那A这里面呢 我会打一套日志 日志呢我会把user name给打出来 哎 这个user name就就有点 就有点关键了 这个就是我专门用来做测试的 我专门设计的这么一个 我们看一下user name我传的什么 user name我传的tokenvalue 哎 user name我传的tokenvalue 所以 这一段我们我们再看一下这段这段代码 我把user name和这个拿到的tokenvalue 进行一个比较 你看fetch tokenvalue 是通过这种上下文里面去获取的 对不对 就是什么呀 就这个他提供的API 我获取的 那这个user name呢 是我传进去的 嘿嘿 发现没有 是不是很神奇 user name是我传进的去的参数 而这个fetch token呢 是我从上下文里面获取的 那我通过这两个比较 我就知道我这个这个有没有取错 是吧 那同时呢 我们看一下这A是怎么去调的啊 A会去调B 那B呢 delay一下 然后打印一条信息 依然是打印user name和fetch token 哎 这是A在调B 不是不是A在调B A里面包含B对吧 接下来呢 我又放了一个croutine scope launch 那因为我这个不需要反位值 所以也不用async了 其实async launch的区别就是async 它是有反位值的launch没有反位值啊 好吧 那launch呢 接下来是c 然后launchc launche 也就是c和e会同时去执行 但是接下来呢c执行完之后会执行d 看到没 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它的执行顺据是a 不是不是它的执行顺据是打印日 打印日的顺据是a b c e d 因为c和e是同时执行的 接下来是d 那为什么是ce不是ec呢 因为我这边设置的它的等待时间都相同嘛 然后这个c毕竟代码在在前面 所以即便差那个一纳秒两纳秒的对吧 cpu总切换什么方法执行啊 它总是会差那么一点点的对吧 不可能有时候是ec 哎 这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ap设计的这个测试 那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吧 好吧看一下这种结果 哦这个我不用了啊 这个我这个repeat什么rsc这个啊 这是我之前测试用的 这个不用不用了 因为之前我的那个代码写错了 这次代码写的不对啊 没有用到crotins代码 那这个repeat100次 哎然后launcheboot是吧 这个里面为什么不用这些 就指定什么crotein scope呢 我给大家点一下啊 点进去看一下啊 哎 点进去啊 你看到没有有个叫string spec scope 它已经有了 string spec scope是什么呢 test context 那再点进去 test context 我再点一下 哎 crotein scope 是吧 他已经人家已经帮我们实现了 比如说这个这是测试框架啊 这是 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测试框架已经帮我们去实现了 所以就不用自己去指定crotein scope了 然后这个代码我们执行一下看效果 啊 我这个是执行了100次 然后每一个里面呢 他会等待100毫秒 对吧 等待100毫秒的话呢 啊 正常情况下 每一个如果等待100毫秒 一秒钟 只只能执行10个 那应正常的话 100个应该是执行 呃 10个 啊 10秒才能执行完 对吧 差不多10秒才能执行完 那看一下 嗯 最终他的执行时间是多长呢 啊 我把它粘出来 这是第一条 是最后一条 呃 差不多是多少呢 你就算这是500 再加100多 就差不多是700毫秒 嗯 700 呃 毫秒 哎 700毫秒执行完了 也就是说没有理论上 他应该是差不多至少在10秒左右吧 对吧 那实际上花了700毫秒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并发是OK的 成功的 另外我们再检查 他打印出来这个内容 呃 最终是D啊 我刚才说了一下 我们说一下他执行的顺序 打印是A B C E 然后D 再说再重复一遍啊 嗯 刚才我们有有做预估 A B C E 对吧 那这个我们看大体的打印内容 A B C E D D实现打印的 对吧 后最后打印的 然后D前面是C和E C和E是几乎是同时打印的 呃 对几乎是同时看到没有 几乎是同时打印的 有C和E的地方几乎都是同时打印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然后 呃 还有什么呢 嗯 这个U的内容和这个Token都写的一样的 那就是这就对了 对吧 这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就这么传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看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是 嗯 打印的 在这儿 天 这个 太快了 这个执行太快了 总之呢 是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对吧 这就是测试我们最终结果就达到我们要求了 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 这些呃 这小节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就不 我们把这个流程梳理了一下 另外也把Cotting Crottings结合 反正总是没有问题吧 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接下来要干嘛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服务之间去调用了 服务之间调用的话 要用一个叫 呃 分的一个东西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之后要做的问题 做的功能吧 我们顺便把 之后要做的功能把它列一下 嗯 其实不是 国际化是其中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呃 呃 哎 其实我已经写了 这个就没错 我先做国际化吧 先做国际化 哎 我这边也写了 但是这个我写的这个有有有点 怎么描述呢啊 我们先说国际化 国际化是什么意思呢 呃 我后面我要解决的问题啊 还剩俩啊 这把这俩解决完之后 这个我们对于我们开发 要做的事情就结束了 然后开发做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运维的事情了嘛 就是如何做服务部署的问题 服务部署呀 什么构建呀 部署呀 那是后面一个大的一个内容了 嗯 其中呢这个服务调用 其实又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我再把它往后挪一点啊 先说做国际化 我们 不不 我们先说这个服务调用 他有多 为什么是这么复杂 首先是服务之间打包的问题 嗯 我们刚才 呃列了一下这个 服务之间调用的这个过程 对吧 有 至少有account 会去调auth的接口 对吧 是要调auth接口吧 那order会调account的接口 order同样会调auth接口 因为你 你你你把这个 token value传给order order也不认识啊 他是不是要把 这个token value传给auth 让auth把这个数据反过给他 他同样会把这个bair token authentication数据 传给order order同样把它放到上架位里面 他同样可以从上架位里面去获取到他 对吧 这些都是套路式的东西吗 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这一块呢 那怎么去获取呢 也就是我们说一下过程啊 比方说 order要去调用 auth order要去调用account 那account要去调用 auth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auth 就要对他做一次打包 打包什么呢 我要把它的接口和实现分开 因为我order去调用auth的时候 我并不需要知道你的实现是什么 我只需要知道你开我开放的接口 就行了 就是接口的接口报什么呢 比方说路由对吧 就是那个地址 然后参数parameter 就是要传什么参数 就是要传什么参数 还有一个是response 那个返回值 是吧 response 就是三个值就够了 我只需要你的接口参数返回值 就可以了 那这个你这个 所以他只有接口 接口的意思是他没有实现啊 就是一个只有接口没有实现 所以说这边我们会对他进行打包 也就是我会把auth 分成auth client和auth core 那这个client里面只有interface 当然还有那个接口的参数啊 参数也可能是个model 对不对 反而这也可能是model 所以这些我都会放在这个auth client里面 那auth core里面才会是spring boot 可以真正运行的这个炸包 那这里面只有可能 假设这个是1kb 这个可能是五六十兆啊 对吧 都有可能 他是可以运行的吗 那这个auth core 肯定是要依赖这个client的吧 因为你接口是接口实现吗 对吧 我要依赖他 然后去做实现吗 那同样我们看一下 对于account 因为order要掉account 所以我会专门去创建一个叫 account order client 假设啊 还有一个account也会专门开放 也结果给balance去使用 假设有一个balance服务 那我会创建一个account balance client 炸包 那如果这两个order 这两个有共用的一些依赖 那我们会创建一个account common client 炸包 那就然后再打包一个account core炸包 反正这些炸包呢 有各样各有各自的用处 对吧 那你就这就是一个打包的问题 接下来调用呢 调用肯定是通过rsocket的request 去调用 那同时我们还要仿照那个thin的使用方式 去把这个 呃 这些技术不可能直接去使用啊 不可能直接去使用的 就是我们只能参考 他们的一些概念 最终把它拼成这个rsocket的request 把它翻译成这个代码就可以了 好 这一块这是一个 呃 比较大的东西 可能需要一到两周才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吧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国际化的问题 国际化是 呃 国际化我们看一下 spring boot 好 我们直接看一篇文章 啊 spring boot 对他这里面的而言 他的那个 隔日国际化是怎么做的呢 看到没有 proporties proporties 文件 这么去写的 那首先呢 你这个key 你在代码里面去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字不串 是不是很容易去写错 另外呢 你在这边配置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 某一种语言 你这么去配的话 是不是少一个key 多一个key 你毕竟是这种代码嘛 你肯定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那我现在推荐大家使用什么方式 使用一个cell java excel i18n spring boot 图片 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呢 是因为之前使用这个使用什么呀 叫我们做那个flutter的时候一个灵感啊 这样吧 我找一下文档 flutter duc app configure 应该是它吧 OK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会这么搞 首先呢 会把这些key啊 专门放一列 然后这个comments 这是描述嘛 然后这是英文的解释 然后这是中文的解释 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模板呀 这把变量呀 比方说 比方说没有数据 什么items 这种什么单数和负数 这个是plore 这个单数是叫做signature signatur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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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一下啊 学个单词 顺便学个单词 sign sign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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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tion是签名 不好意思啊 我忘了个单单数是怎么说了 signal 我记得他的发音signal 反正是 这是单数对吧 这种 还有多个的时候是怎么去写 这种模板可能不一样啊 中文英文什么的都有些区别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呢 这个在flutter里面呢 你可以把这段一个cell 把它编译成一段代码 编译成什么样代码 比方编译成起名字就叫l 因为有常用嘛 那我起名字这个l的目的是什么呢 先别管他怎么回事吧 总之他会把它编译成一段代码 编译成一个map 这个map 我们先不管他怎么回事 反正总之会 那这些key呢 我会把它再编译成另外一些代码 一些function 比方说我要调这个hello 有一个key叫hello 我就会l.hello 至于他怎么去翻译 这就是顺着这条线一直往下走嘛 假设我有个great的一个方法 它里面有个参数 那我就专门有个function 就叫great 这是flutter的代码 这个跟那个coding的肯定不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国际化 就这么去写 哎就把一个cell的代码 转换成类似的这种代码 那这样的代码也 你可以说那是硬编板吗 也不能说是硬编板吧 那那你是总之是比这种国际化要更好一些啊 比这种比这种国际化要好很多 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就是能从官网上找到的这种国际化的这种资料 他这种方式其实不是很好 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这一期小节先到这吧 这个是这一小节的主题是这种叫的并发测试啊 并发测试 哎我好像我们扯的有点多了 这小节扯的太多了 就是这个什么并发的测试 就coding pollutants 还要多个suspen的签到 或者是执行什么多个一部的什么function 我们从这个function 从每个function都从上线位获取token 是否会出错 就是做这个测试 好这小节我们就结束了